新冠疫情冲击各国的经济 那部分国家开始对开放多边的合作关系 产生了却步 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表明 中国不但不会改变开放的政策 反而会持续的加大开放的力度 他在亚太经合组织企业领袖对话会上说 中国不会搞小圈子 各国应该要团结合作 面对疫情和经济挑战 受到疫情影响 原定在我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企业领袖对话会 改用网络视讯方式进行 在疫情冲击下各国保护主义抬头 但习近平强调国际社会都是命运共同体 不论是在对抗疫情或是重振经济 唯一的选择就是合作应对挑战 无论是赢得全球抗疫最终胜利 还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国际社会必须团结协作 共同应对危机考验 习近平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关起门来搞发展 封闭只会造成脱钩落后 在单边或保护主义抬头之际 中国不仅不会改变开放政策 更不会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习近平说中国走过疫情冲击 经济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的水平 他呼吁亚太各国相互扶持走过疫情难关 疫情终将过去 胜利必将到来 让我们携起手来 风雨同舟 守望相助 坚持开放合作 畅通内外循环 共创共享亚太和世界 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还形容 亚太各国往来密切 区域经济一体化 将能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各国要持续深化合作 促进团结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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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